我今天要摇取柠檬,我们的亲爱的柠檬喜欢柠檬。 正好把老张二家和他自己家的两块地给离出来。 二哥这块正离上,一会过来一个拖拉机,把那个地都悬一悬回来,然后二哥就拿这个三蒙,这不应该叫三蒙,这个蚂蚱子,用这蚂蚱子,然后离地,把那个都离成那个一条笼一条笼的那种,二哥家这个比老张二家那个蚂蚱大,这个房积比较大。 现场圈里这点小地啊,外面那点小地,用这蚂蚱就够了,就不用大型抓紧了。 我们不能摇取柠檬,我们的亲爱的柠檬,我们的亲爱的柠檬。 这个老陈了,摇把子摇起来老陈了,老张二家那个,这晚上就启动了。 我之前试了老多次,还几乎。 他说是三两。 我们知道, что чистая。 我先试一下吧。 我先试一下吧。 我看,我看,有点劲儿了。 去年前的话,起这个房积,老没劲了。 因为二哥和老张二家都没有大型的突辣鸡,这翻地的话还是找来的亲亲帮忙。 因为两家一共就两块小地,这大家伙一上场效率那是杠杠的。 悬更鸡已经过来了,不是悬更鸡,翻地的那个。 这块地是二哥家的,先给二哥家翻,然后一会给二哥家翻完。 我再给二哥家翻,这个拖辣鸡有点黏头了,不觉得天素联酥起的了。 每个早晨七点半就自然起。 每上起有时一天,远很近。 以前老餐家都在院里面,有那么多种土。 然后现在有点生锅子粉。 就是外面这些土豆一年就不吃了,就不用多种了。 以前他们院里面种土豆。 种完了要多的我就拿出去慢。 一开始,咱中国人,北方人就比较喜欢这样了。 就天气热了就做出这样 嗯 然后俄罗斯人就不太理解 之前还笑话我说你为啥 说你为啥那啥 像肚皮干啥 哈哈哈哈 OK现在二哥这个地已经都全好了 也不是选 一开始我以为香港冰的 那就是把它翻起来把地翻起来 翻起来之后 然后用二哥那个那个发掌子 然后起拢就完事了 就是可以冲地了 然后现在二哥地等完了 现在去老丈人家 去老丈人家把老丈人家地串着 只有晚风轻拂着脸颊 这我们正在跟着地呢 搭杀的叔叔也跑来围观了 这老同志 这老同志 这心态是真的好 走到哪儿都是一副小兮兮的模样 而且跟我表哥才见两次 那就已经是攀上亲戚了 你怎么说 你怎么说 我也想老xy,我去台。 去台作? 去台作 kitai。 我去台作了我的家。 我去台作说 tinha一个部分。 你 меш 핑 nuez吗? 有一点都是李 girl人。 看到一槍啥? Он也学习我的家父。 聊着聊着,这老同志又跟我聊到了咱们的国产车 那是一顿夸张,看得出来是真的喜欢 这土地翻新后,就轮到二哥出马了,开着开口机,给这地推成一拢一拢的 OK了兄弟们,地已经准备就绪,然后明天就等着种土豆了 就是二哥那个机械我实在整不了,我要能整了的话我就帮他整了 那机械太费劲了,骂傻子我没整过,要是拖垃圾,我开拖垃圾没问题的 耿地啊,拉马街道的,这个是没问题的 但是二哥那三崩子,真是体力活儿,需要力量,然后需要技巧的 我整不明白,挂挡啥我都整不明白,所以说二哥就帮我弄了 不是我不干活儿啊兄弟们,是二哥那个机械我真是整不了 然后一会儿晚上姐姐来,我不知道是姐姐知道明天要种土豆 还是她姐姐正好赶巧了,反正明天姐姐过来赶着种土豆 然后就肯定是一起种土豆了就,没办法 可能她选的日子不太好,正好一年也做了种土豆 虽然这两块小地不是很大,但二哥开着首付拖垃圾那也是忙活了小半天 还是比较辛苦的,我就让小修车带着表哥去附近的小超市 给二哥买了点小啤酒,好好地犒劳一下二哥 阿南现在在传片子,然后我和二哥家的小女儿去趟超市 阿南说二哥今天那个整那个地太辛苦了 去给二哥整点碧巴去 我去买砸货,你去拿啤酒 你需要多少啤酒 十个 十个 你来选择,我来购买 二哥家的小孩儿非常的要强 就这个,这小袋儿我说我帮你拎,打的不行,都是自己拎 这个小商店离着他们家很近 行了兄弟们,今天的乡村生活就到这了 喜欢的别忘了点赞加关注,下期姐姐就回来种土豆了 一家也有说有笑,那是老欢乐了,咱们不见不散